美国呢 美国在这场的战争当中 虽然他不怕一兵一组 可是我们也都 现在大家基本上 大概也没有什么怀疑 他操作乌克兰操作了非常久 从上个世纪的 1997年之后呢 他开始呢 推动了北约东托 因为北约是美国在这 在决定在领导 北约东托了之后 即使有这么多的 就是说战略专家思想家呢 已经提出警告说 这个动作最后一定导致战争 是的 但是呢 美国不理你 美国的不断的就是灌迷汤 告诉东欧国家 说来呀 你们你们只要表态之后呢 加入北约比加入欧盟容易多了 我看加入北约比加入欧盟容易多 只要你放弃呢 跟俄罗斯之间的军事连结 开始呢 进到了美式的装备呢 跟他的就是说呢 指管通勤的系统 进来了之后 跟我整合在一起 北约呢 你就是一体 北约第五条 就自动覆盖你 好 那因此呢 美国就不断的召唤 他现在也召唤乌克兰啊 乌克兰被他灌迷汤 灌的觉得我真的可以呀 所以呢 他就修宪啊 他要加入北约啊 加入欧盟反而难了 我告诉你 他现在加入欧盟 欧盟很犹豫呀 可是北约不犹豫 好 那美国呢 做到这个样 他挑起了这场的战争 可是真的打起来了之后 他除了去制裁俄罗斯 他其实对乌克兰 实际上面的军事介入 给你十亿的装备的援助 都还没到货 嗯 大会说这场的战争 到现在为止了 美国似乎呢 是最大的受益者 感觉上是 他卖军火 嗯 他的他的就是说 所有的所有的欧洲的资金 大幅的回流美美国 把他的就通膨的问题呢 做了相当的平衡 然后呢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 他的石油跟天然气 本来面对呢 就是说中东的跟 跟跟苏联的比较廉价的 油气的竞争 他其实出口呢 没有没有太好的愿景 可是现在呢 俄罗斯不能出来了 好 OK 他现在欧洲只好买 他的一化天然气 然后呢 他把俄罗斯呢 给妖魔化给冻住了 满足了他情绪的需要 他把欧洲给吓死了 欧洲的团结在他的手下 他把中国呢 都给都给拱出来 他几乎大获全胜 可是如果这场的战争 他终究有一天 要慢慢的平息 要完结 那个时候的美国 仍然这么强大吗 我跟你讲哈 美国本身呢 就是相容也 我们也聊过嘛 就说美国为什么 感觉上这个 你这个提油救火 整个想法 你是不是心疏不正啊 你到底在想什么 嗯 我自己想了以后啊 我发觉呢 美国这个国家 他是有 其实这个事情啊 他是有一个理路可以形容的 美国国家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羡不羡慕美国梦 嗯 你羡不羡慕美国梦啊 我们的话呢 是在美国梦 这个破灭过程中长大的嘛 所以说我们非常了解你羡不羡慕美国梦 我们脑袋中就出现了很多人的样子嘛 然后呢 现在的话也会出现很多样子嘛 但乌克兰呢 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羡慕美国梦的人啊 你可以看到说这是采访人不管是干什么将军也好军人也好 老百姓都用英文回答 大家很羡慕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美国对于羡慕美国梦的人啊 基本上都是给予好感的 嗯啊 那这个俄罗斯的反应当中就说是 我知道你欧盟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因为穷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唯一准许的 目前唯一善意的 就你可以加入欧盟 那给欧盟这个难上加难啊 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 欧洲其实长期来讲心里一直有想法 这个我很了解 我认识所有的欧洲朋友 认识多在那边住了久 他们基本上对于美国的一个想法 就是认为说美国没有什么资格 来当做这个世界的霸王了 因为就文化 就历史 就这个视野来讲的话 你除了有美军驻扎在德国以外 或者驻扎在比利时以外 你基本上就是能够让人家羡慕的这个价值 就乏善可乘了 但是美国不是 美国认为他自己的价值 民主自由了不起 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方面的话 美国民主大融合 所以这个过程感觉 我觉得美国跟欧洲人现在差别就是白不白 你知道美国人基本上就没有像欧洲人这么白 更不要跟俄罗斯人或是乌克兰人相比较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美国人非常想用借这个机会 让欧洲人没有选择黑白分明 你站边吧 其实原来欧盟当中有几个国家不听话 最近还被停权了像波兰啊 像这个匈牙利啊什么的 也乖乖的站边了 那你美国去哪里找这种让他们乖乖站边的事情呢 那这个是战争的威胁嘛 对不对 你说北约上北约容易 你只要出块地 你把导弹放在那边就行了 你发射 你根本就不需要你的钱了 对不对 可能美国高兴掉死 但是普丁他就难过了 普丁都会觉得说你根本基本上 我跟你讲啊 实质上的这种威胁啊还是小的 心理上他就是受不了 就是你根本拿我们不当回事啊 我们原来也是跟你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两级 不是一级的 就是因为我们自费武功的 让你变成一级的 就是二减一以后才剩下一啊 我们现在我们要回来了 我们要回来的方式可能辛苦一点 但是我认识的俄罗斯人 他们绝大多数都认为 这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民族 事实上你要了解啊 俄罗斯人最大的特征啊 就是爱国 真的是真的是 你遇到俄罗斯人就说 俄罗斯人如果说是 我所认识的 他们非常爱自己的国家的历史文化什么的 虽然他们这个命运上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时候 我看到从俄罗斯来的学者什么的 他们穿着啊 就比较纯朴一点 但是他们的学识能力是旗鼓相当的 就是说跟这个西欧国家 我曾经到波兰去开会 碰到俄罗斯的学者 他们就是表现得比较深沉一点 但是他们不会跟你讲说是那种 那种好像觉得西方多好什么羡慕 羡慕可能放在心里 但是他们会基本上 所以说美国长期来讲 就会觉得这一套 让他们羡慕把他们人才挖来 那搞原子弹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 这种观念的影响 这美国长期来讲 就是说有人觉得说 美国做的事情是 提油救火是有点任性 有钱就可以任性啊 美国现在到底还有没有钱都不知道了 所以俄罗斯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把你打掉 你觉得你有钱 你那个钱还能不能够值钱 就是要打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很明显 普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在这方面 要打掉美国本身在经济上 财经上的这种霸权 他想要做的事情在这里 对我们刚刚讲的就美国的 美国的立国的三个根基 他今天之水独霸于世界三个根基 一个是美元美军 然后另外的是他的美式的精神信仰 但是俄罗斯当我们看到 就在这次呢 美国发动包括连swift都用上了 而且呢 把所有的就是说呢 全球的金融体系都都绑在战车上面 你们都不要跟我一起 对俄罗斯要开炮 大家都认为俄罗斯大概撑不住 没有错啦 当时当swift开始制裁的时候 卢布呢 从从八十几啊 对一美元 狂泄到一百五五十几对一美元 贬了贬了贬了将近一一倍啊 就剩下二分之一啊 对对 百分之五十的五十的这样子一个贬值 可是呢 很意外的就说 诶俄罗斯看起来没有你想的这么笨啊 他的几个很简单的反制动作 你要买我的油油油气用卢布 那我也不盯你美元了 我盯黄金 OK可以吧 然后呢 用用这些的方式呢 竟然把卢布给叫回来了 现在呢 已经回到了战前的水准 比二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对美元的汇率呢 都还要高 好那因此呢 在金融的制裁的这些呢 这些压迫性上面来讲 俄罗斯这次上了很好的一堂示范课 原来呢 这种的全球的金融体系 也没有你想的这么的厉害 无坚不摧 好但是呢 美国终究还是拥有这些的武器啊 就这一次的战争当中的美国除了到目前为止的受益之外 如果战争结束之后的美国 他仍然有这种全球呼风唤雨的能力吗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跟你讲 这个啊 我讲第二个受益者 这个益就是利益的益啊 其实我觉得 我要讲中国了 中国在这个事情当中啊 就我昨天上课时还特别提到 我们的文化 我们强调和平决定 我们的文化是少有 不发生战争啊 以和为贵啊 和而不同啊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跟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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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观点的差不多了 就是能够容忍啊 忍耐是我们一个美德 我跟你讲 忍耐在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美国家来讲 简直就是一个大缺点 不必忍 像威尔史密斯 他这个看到那个老婆事情 那么他完全不忍 上去就一拳头啊 那个是标准的美式 对美国来讲的话 人家嘲笑你老婆 你在这种场合当中 他是得奖人啊 他如果没得奖的话 那更难看了对不对 对不对 他得奖人他不好意思处置他 他又是一个这个这个有色人种啊 各方面 所以我现在会发觉呢 中国呢在这当中呢 因为他没有以利益为主 所以我讲的保守一点 但是他敌利确确获利 他获哪一方面利呢 其实我这个事情感受很强烈 我用两个哲学概念来讲 一个是亚里斯多德的说 我们如何留钱能获得了充分的实现的机会 潜在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是一个强调 另外一个是一个 均衡的观念 就是说如果这个均衡被破坏以后 他会有一种自动的程序 要来弥补这个均衡 因为均衡的话是使得大家能够 彼此之间合而不破的一个基本道理 那么 所以说呢 中国本身呢 我们心里都明白 我们中国人心都明白 在洋人眼前 我们是爱一切的 我告诉你 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原来在1972年之前 那个 常任理事国是 中华民国 像笑话一样 没有人提这件事啊 而且从来不敢动任何的 什么火绝权 从来不敢讲话 然后呢 我跟你讲我有幸认得一些 就是早期的住在联合国的人啊 回来吹的厉害的很啊 哇 什么都是讲英文啊 在那边从来都不敢讲话 我只看到就退出 联合国的那个场面很难看 印象中 那个强调的就是那么 气嘟嘟的 我不讲话 所以你接了这个位置以后 这个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了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没有被真正的尊重过 但是你站的位置当中 所以你 还好你搞出了 我的核子在来讲 所以武常当中就会有一个 就要有核能这种机会 但是你有这个潜能 你有这个潜能的话呢 让人家呢有机会来重视你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生产力量 就是中国基本上没有高科技的特别的生产 但是 就是所有的你要十一柱形的生產能力的話 那美國都跟中國都不能比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來講要維持生活上的富裕啊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的話呢 這個目前為止所有人要進口東西 都要拉攏中國來維持他生活上的基本開銷 那中國要的缺的是能源俄羅斯能夠提供 所以說在這個當中的話呢 他是要維持就有的規模 把他所有的潛能啊 什麼樣的潛能 其實我們中國人要面子嘛 希望你重視我們嘛 然後呢 你在這個整個潛能當中 配合另外一個均衡修復均衡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消息 目前為止 全世界最忙的外交部長可能就是王毅了 為什麼呢 因為啊就是說 我講幾件事情啊 就是最近做了一個名單了 就是全世界所有不在這個美國跟 要求選邊站的這些國家當中 全部外交部長都到中國來訪問 超過十國 另外最敏感的外交部長 叫做拉伯洛夫 我覺得我講那個長得像熊一樣的很壯的那個人啊 他現在可能就在中國 然後準備移往印度去 準備到印度 那中國跟印度的態度的話呢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啊 就是說拉伯洛夫到中國的話呢 就是昨天他們在開有關於阿富汗的這個臨界國會議啊 這個講起來的話 對阿富汗的事情講起來最丟臉的就是美國 結果美國主動要參加這個會議啊 嗯 就是美國這個這個拜登也派特使 而且還是層級很高的 他們派他們開了一個三方特別會議了 還對 就說就中美俄加上阿富汗 對對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就說如果你有開這個會議啊 只有中俄再加上阿富汗的話 那就是丟臉丟大了 你搞了20年花了多少錢以後 你衝衝忙忙跑了以後 現在的話呢 國際事務沒有你 所以我現在發覺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整個國際均衡當中一個不可或缺力量 因為原來國際如果單極的話就是以美國為主 然後其他歐洲的話的這個國 歐盟國家都捧著 加上日本韓國什麼的捧著啊 然後呢這個剩下的國家就是有個階層式的 這個階層現在被打破了 因為顯然可見就是為了達到均衡 一定要有另外一個能夠制衡這個原來單一級的這種方式 那這個目前為止這個角色 很多人都期待中國能夠出來 甚至於有人講說 烏克蘭要求的安全保護國裡面一定要有中國 否則也不行 然後烏克蘭甚至於要講說 我們可以在協調的時候 妥協的會議開這個協調會的時候 要跑到北京去開會啊 那麼這裡頭呢就在在顯示說 從潛在的大國慢慢變成實現的大國 我用的是ING正在進行式 然後均衡的這個打破呢 變成重新恢復這個均衡呢也是ING 所以目前為止的話呢這個牌啊 就中國相較而言低調反而取得主動權 那美國的話呢高調顯得非常被動啊 比如說美國這樣說中國一定要給我選邊站 那那個3月18號的時候 他們這個拜登跟這個習近平開了這個線上會議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那拜登會講說 你選邊站啊要不然你要面對後果 這個話他沒講啊 不但沒講他還重新強調 他四步一五億 一五億 對 那麼這個已經說明就是說 美國本身來講的發覺呢 他對俄國是不得不硬 他對中國是不得不軟 就這個結論 嗯 好這個結論是很好的 對俄羅斯呢他不得不硬 然後對中國呢不得不軟 好但是呢我們我們再回到了歐 歐洲我一會講說歐洲有怎麼辦呢 就是你在歐洲生活了這麼久 我們前幾次也談到過 講到歐洲呢 呃除了軍事力量不如美國 他什麼都都比美國好 那歐洲的確實啊 就你想到的文明 你想到地球上面如果天堂 他一定在歐洲他一定在北歐 可是在這場的戰爭當中呢 又把歐洲的打回到呢 就是說呢歐盟歐元的發發行 以前的那個原型 就是當美國很強勢的時候呢 歐洲國家歐盟就是什麼都不是 戰爭發生在嚴格講發生他的家裡頭 可是呢 他根本連任何的主導力量都都都沒有 發言權主張都如此之空洞跟虛弱 完全的由遙遠的美國在下指導期 那大家不管說呢現在歐盟表現的有多糟 重點是說那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二戰都結束了這麼久了 美國仍然在領導著北約 老實講北約固然美國是帶頭這個這個軍事同盟 可是戰爭不會發生在美國啊 不會發生 北約任何的面對戰爭一定是在你歐洲嘛 歐洲怎麼辦 像我跟妳講哈 這個我可以我現在可以給你答案 歐洲首先你要了解歐盟的國家當中啊 目前為止27國 你看到一個消息就知道了 英國首相波羅斯貝根他在這個波蘭開會 就是沒人理他嘛 嗯 呃就是波羅斯強森 對波羅斯強森 波羅斯強森 對 呃就是這個強森啊 沒人理他啊 也就說明啊 就說大家在這麼重要場合 我我我所了解的歐洲啊 他們是非常就是非常會搞外交的 嗯 非常會搞外交的 換而言之呢就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不理他 手插了口袋插好幾次 對沒有人理他的情況下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 我可以告訴你 你剛剛問歐洲怎麼辦啊 我跟妳講 這個答案已經是 這個戰爭一拖久 歐洲絕對是陽奉陰違了 嗯 陽奉陰違的原因的話呢 其實有 他就是一個陽模了 嗯 因為你目前為止這個態勢 形式上很強 這個外交就是講求一個勢頭嘛 嗯 你在這個線上的話呢 你就不願意說明顯的得罪誰嘛 但是你知道那個德國已經強調了很多次就是反反覆覆嘛 就說我們怎麼可能不靠俄羅斯天然氣呢 嗯 那換的換從美國運過來那開玩笑 那成本啊 然後這個你要不要便宜賣給我 什麼這些問題嘛 就是反疆一軍的可能性非常大了 那其實就是要依賴俄羅斯像 像幾乎還有保加利亞這種小國家也是歐盟國家 那他們幾乎是百分之百依靠俄羅斯的能源啊 對不對 這個太近了嘛 羅馬尼亞也是 對嘛 羅馬尼亞就是說本來就很窮 嗯 然後俄羅斯本身來講 薄利多消 原來對於這種 蘇聯的核心國多多少少 就原來就是還是有一些基本的照顧嘛 打打折 這個是應該有的 結果後來現在這下都沒的話 那這個影響就很深遠 所以陽奉英偉的道理就是說 表面上是一股腦跟著出氣 但實際上這27個國家的內部啊 唯一共同達成比較高的共識就是我們都不要理英國 這很明顯 然後剩下的話呢就是說 我們這段話呢大家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立場 比如我強調歐洲的影片 我講兩個消息了 第一個就大家都覺得說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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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歐的這個投資協定 投資協定 大家都一直在談要開始負重的 馬上就要開始 嗯 開始談高峰會要開始 對不對 然後第二點的話談的時候呢 那美國開始製造了 就這個立陶宛問題 沒有人在談歐洲在談 只談投資協定 因為歐洲現在講說 我跟你一鼻孔出氣的損失已經夠大了 我現在投資沒有中國投資 我歐洲怎麼生存啊 歐洲的東西什麼名牌啊 各大這種東西 我們就是要取得優勢 什麼LV啊 什麼愛馬仕的這些東西啊 啊 你能夠說中國的手這麼巧都做不出來嗎 就一模一樣東西 嗯 對不對 那麼愛馬仕可以改成馬愛士啊 LV可以成VL啊 對不對 你這種整個發展過程當中 如果你會發覺說 你這個歐洲的價值 如果在表面上不能夠吸引人的話 那你要出口什麼東西 嗯 對 歐洲跟美國 俄羅斯 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不一樣啊 人家是能源大國 是剛需啊 歐洲這種東西是文化上的需求啊 比如說 旅遊 歐洲他們為什麼要急著開放 他們旅遊是佔了很大的比例啊 當然 原來一年有七八千萬人到法國去玩啊 嗯 對不對 所以整個法國完全是配合觀光 現在沒了以後 那誰最喜歡去歐洲玩 當然是有錢的亞洲人嘛 原來是日本人 現在是這個中國人 這個很自然嘛 所以對歐洲來講 他自己不管你支持誰 你總是要生存 所以對歐洲來講的話 當然 我必須坦白講 很窩囊 我自己有兩個歐洲同事 我們都不談這種問題 嗯 因為我一講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 唉 說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人家覺得難受得要死 就是說我們現在 我就一問他講說 唉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他覺得你就在挑釁啊 嗯 對不對 然後另外講說是這個 我說你自己走 你自己的路線 你不要離美國 這樣講的也是挑釁啊 你不離美國 我們靠什麼 所以說 基本上他的難堪 這難過是自找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再強調一遍 時間一拉久 暫時不會結束 歐洲本身就感覺到有壓力 然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還是要慢慢慢慢慢慢 陸陸續續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聽過過德國講說 我絕對不要 甚至於就是 我把北西二號炸掉 也沒聽到過這件事情 這整個事情都留下一個伏筆 所以歐洲的話呢 其實講起來呢 這個歐洲地方 所以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說句兩句話 就沒有一個歐洲人會高興的 但是歐洲人 東歐人跟西歐人的心理差距很大 保加利亞跟羅馬尼亞 加入歐盟的時候 我所有在彼此朋友 他們都非常反對 因為這個是很窮的嘛 就像烏克蘭就是歐盟都不會想要他 因為你來了 到底是歐盟給烏克蘭錢 還是烏克蘭給歐盟錢 你想都不用想 當然 所以 所以我要養一個 養一個窮親戚 對 就算把你當親戚了 一個太窮的親戚 就算我要 我要資助你 難道把你帶帶回家裡租 那那個差別就很大 我剛剛講的歐洲其實不清楚 我應該講到歐陸 歐陸怎麼辦 因為這包包不包括英國 英國現在是跟著美國 我在烏克蘭事情上面喊打很殺的 不斷的說供應更多的武器 讓烏克蘭繼續打 可是歐陸的態度不一樣 但是歐陸能不能走得出自己的路 這場的戰爭到底對歐陸國家是什麼啟發 德國跟法國 他現在找不到自己的角色 就是每天都都是一樣是被這種認知作戰操作的對象之一 剛剛講到像保加利亞跟羅馬尼亞 保加羅馬尼亞相對於歐盟來講的就是孟加拉的之餘呢 之餘的亞洲國家 差不多了 在亞洲的孟加拉的產業呢 你在歐洲的就在保加利亞跟羅馬尼亞上面看到 你現在買到了很多的成衣啊 我們的成衣 成衣你上面後面的後面的這個標誌經常是 made in Bangladesh 可是呢如果你是在歐洲的你買到最多的呢 就是在保加利亞在羅馬尼亞的 好那這些的國家進來說成為了歐盟很大的負擔 負擔的就讓他的接下去呢 在操作上的難度很高 所以歐盟未來歐洲國家歐陸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同時形成共識往前推 中歐投資協定至關重要 你講到重點了你為什麼呢 因為中歐聽這個投資協定呢 裡面所講的呢 比如說好這個講起來也很有趣了 德國人是得了便宜他不敢不賣怪啊 因為德國的汽車原來品質就好 雖然笨重一點但是他碾壓在中國市場的日本汽車 所以說這個情況這個是一個少有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德國人心照不宣他知道為什麼 法國汽車的話呢就是在中國賣的就遠不如 德國汽車差多了 差多了差多了 所以大家基本上的話呢就是認識的朋友 就是說我們會發覺說德國車在中國賣得很好 賣得好佔德國本身的生產汽車工業 他40以上啊 他還想這個投資協定當中 因為這個投資協定中有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啊 就是說歐洲人覺得說我看 我這個我這個我這個家底當中最大的寶貝就是我的技術 我絕對不轉移啊 歐洲的中歐的投資協定當中就說 好了你不要轉移了你就是相互投資吧 你也讓我能夠投資我也能夠讓你投資 技術大家都不要轉移 那歐洲的話呢就是壓相敵的寶就是他的技術嘛 就不轉移情況就是占他有利 為什麼梅克爾能夠這麼快的達成了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占到了甜頭 明明有有好處的一個協定被強迫不要 那那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就是說現在歐洲本身來講的話呢 各方面的情況都不是特別好嘛 所以說你在這種想你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美國可能是基於這個外交的理由 那歐洲基本上就是基於經濟的理由 要給中國好一點 這可以理解的了 好我的我的想法就是說呢 因為中歐投資協定啊 讓歐陸的這些國家有機會第一個強化歐盟 對 然後呢重建自己呢擺脫美國依賴的主體性 是的 那因此呢 中國投資協定他不只是經貿上面的 他是有戰略層層次 一定的